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军事最新产品及信息 马来西亚空军对科威特空军的FA-18大黄蜂很是感兴趣 不过也由此发生了一些插曲 泰国空军在今年的某航展上重新订购美国最新推出的攻击机,成为该机型第一位国际买家 在今年美国空军退役了一大批战机,同时也有一批新机服役,究竟都有哪些退役,哪些新增?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2021年12月23日在马来西亚的一场会议中,该国国防部发言称 打算购买科威特空军的整个FA-18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机队 并表示目前科威特的FA-18大黄蜂维护较好,且飞行时间并不长 如加入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中,对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来说,无疑将提升其战斗能力 现如今,马来西亚有8架FA-18D双座战斗机 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担负马来西亚领土防空与对敌打击 对于FA-18马来西亚是非常热衷于购买的,毕竟其实力摆在那儿 FA-18大黄蜂战斗机是美国第一架既拥有战斗机性能又拥有攻击性能的机种 它的诞生使得美国空军跨出了关键性一步 在战斗机史上属于是第三代战斗机 它的任务包含防空以及对地打击 从手下FA-18服役以来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 同时也参加过不少战争 但FA-18却从未在战争中被目标击落过 其实力可见不同小可 而这也正是马来西亚倾向购买该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马来西亚也并非只是考虑了这一家 除FA-18大黄蜂战斗机外 它也考虑过购买欧洲台风战斗机或法国打索阵风战斗机 相比之下 美国FA-18大黄蜂战斗机无疑更吸引马来西亚 不过在2021年12月24日 也就是这件事被爆出的后一天 科威特却直接发文否认了 与马来西亚销售战斗机的任何谈判 对于马来西亚购买FA-18可能要落空了 2021年11月15日 泰国皇家空军出资1.43亿美元 与德士龙航空公司的签订了一份 采购8架AT-6轻型攻击机的合同 其中包括备件培训以及其他设备等 而这份合同也让泰国成为了该型飞机的第一位国际客户 同时泰国对于AT-6轻型攻击机也是非常满意 在2020年12月时 美国空军收到了手下AT-6轻型攻击机 而据了解 交付于泰国皇家空军的AT-6轻型攻击 将在坎萨斯州威奇托工厂建造 在2023年时将会开始第一轮的专业维修培训 2024年开始飞行员培训 并在同年加入泰国皇家空军正式服役 在今年美国空军退役了120架战机 其中退役数量最多的当属B-1B 不过即使这样 美国空军所留下的战机数量依然有2301架 虽然有不少战机退役 但新增的战机服役数量同样也不少 而新增数量最多的当属F-35战斗机 据了解 2021年这一年 美国空军就新服役了61架F-35战斗机 由此可见 美国空军队其实较为重视的 该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研制了一款海陆空通用单发单座第五代战斗机 也是世界第一款多国配备第五代战斗机 F-35是源自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也就是JSF计划 它的出现是为了替换美国和其他联合参与研发国家 及地区中服役时间较长 功能较落后的战斗机 与战斗轰炸机以及攻击机 虽然在性能上 F-35并不算很强 且与一些四代机或者四代半机相差并不大 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不如F-22 但美国对于F-35依然青睐有加 主要原因就是F-35将F-22相比更便宜 更容易形成大规模型战斗机部队 而F-22的造价就有些昂贵了 且如果要想达到F-35这样的规模 美国的资金不一定能撑得住 毕竟它不只是造价贵 后期维护同样更贵 F-22战斗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研发了一款单座双发隐身战斗机 在战斗机史上与F-35一样 都属于第五代战斗机 但如果细分的话 F-22则是属于第五代引擎空中优势战斗机 其能力更是当今第五代战斗机中顶尖的存在 也是第五代战斗机的开山鼻祖 如今能研制出第五代机的国家并不多 而该机的诞生也为五代机赋予了其定义 F-22的引擎能力特别强 即便它在身处目标雷达监控范围内 但它在雷达显示中 它的体型却仅有密封般大小 如今美国空军中F-35战斗机的总数达到了302架 仅次于规模最大的F-16战斗机 而比之性能更强的F-22战斗机 在今年整体机队规模却并未有变化 依旧是185架 不过据相关信息报道 今年有8架F-22疑似由原本的空战司令部 转移到了太平洋空军部队 上面我们说在今年的美国空军战机退役名单里 B-1B战略轰炸机退役数量相对较多 它在今年退役的120架战机中 共计退役的17架 虽然听上去才17架而已 但要知道它一年的产量差不多也就这么多 甚至都并未超过这个数量 除去今年退役的这17架B-1B战略轰炸机外 美国现如今还留有45架 而近期美国空军又对B-1B战略轰炸机的退役问题 专门发布了一则消息 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往昔视频 我们言归正传 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空军发布的空军信息 究竟还有哪些战机退役 又有哪些战机新加入了美国空军 F-15C战斗机在今年也退役了4架 其中美国空军2架 空军民警卫队2架 据了解 目前美国空军中现役F-15C地形 共还留有237架 然而有退役也有新增 F-15EX在今年新增加了两架 不过并未有消息透露具体现役数量 而要说现役数量最多的 当属美国空军的F-16战斗机 即美国空军就有937架 美国海军还拥有40架 数量相当庞大 从1978年8月17日 首架F-16开始服役以来 至今已经生产超过4604架 出口率更是多达30个国家级地区 在国际上可以说 F-16非常的受欢迎 它与F-22一样 都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 但F-16属于是第四代战机 它的推重比极大 且在操作上也是十分的灵活 仅需19秒的时间 便可以从0.9马赫的飞行速度 达到1.2马赫 且现如今美国较为主流的一些武器 F-16基本都可以挂载 同时不论是攻击任务 还是对地支援任务 它都能胜任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执行核报警 国土防御 以及轰炸等各种任务 不过即使它再优秀 跟F-35与F-22这样的五代机相比 也终归是显得有些无力 除以上所说的以外 美国共军还称在2030年时 A-10攻击机将会进行缩小规模 而目前还在美国空军中服役的A-10攻击机 共计有281架 预计在未来将会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被缩减 除战机以外 无人机在今年也有不少开始大量陆续服役 大家知道都有哪些吗 且在今年某无人机新增加了33架 现如今共计达到了323架 大家能猜到是哪一款吗 欢迎打在下面评论区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